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了 忙事业了 也没有去正式的进入扑认 到这个年龄了 这个疫情来了 有机会了 没有了工作才知道说 原来我现在有机会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 passion 变成一个工作 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我把我自己叫 Shenzhen Rue 我起初为什么会开始福建面呢 因为我觉得外面的福建面 它还是很少料 所以你看我们的福建面 我们其实给的料是很多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才享受嘛 特色现在卖的最好的都是福建面 我们的招牌也是福建面 卖的最好的也是福建面 基本上炒法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用的用料是比较好的 我们用的是红海虾嘛 我们的汤底呢 我们是用骨头汤熬了24小时之后 才混合进那个虾汤 第二道菜是蟹肉炒饭 我们蟹肉炒饭也是因为一个很常来的顾客 然后就觉得我们的样式比较少了 然后就建议我 诶 倒不如你开始卖炒饭 所以这个idea是从这个客户来的 可是起初我也是有一点担心啦 因为我用的蟹肉不是那种很碎的蟹肉 它是整块整块肉的 一种蟹肉的 所以它的成本很高 可能人家也不舍得买啦 后来我们也是继续卖了 因为很多顾客也是支持我们嘛 那这样卖了就连到了现在 也是第二最好卖的 那当然我们不是用白水去煮的 我们是用我们的那个 24小时熬出来的汤去煮这个饭的 给它直接入味 我应该说我们用心去做啦 我们尽量不要去缩短它的过程啦 因为每一个食品它都有一个过程 这过程你缩短之后它就不好吃了 是吧 你用心去做的话 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好吃的东西啦 人家也会吃得出来的 其实我的表达就是说别看小贩重心啦 因为我的理念就是说我不想跟别人竞争啦 因为每样东西都是有它自己的好处 跟不好的处 所以我们选择食材的时候 我们都选择最好的 我也不用说跟着别人去做 只要我们觉得应该怎么做 我们去做 我觉得我们会拿到那个顾客群的 先给大家看小贩